現在政府有補助 是 妳是說妳不用花一大堆錢 去綁這個綁那個綁那個 跟不同的平台結合 沒錯 然後妳只要負五分級 然後政府會幫妳補助剩下的 對 那也太好了吧 對啊 我們大賺一筆 其實對妳來說工作上是不是減減了很多負擔啊 對 就是 節省跟客人之間的那個 在影片開始前 請幫我檢查是否已經按下了 右下方的紅色訂閱按鈕 並且開啟小鈴鐺 正片即將開始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觀察文 記者現在在位置的是 新北市板橋區長安街的某處 然後呢 聽說有一個重大事情要發生 因為你們知道我本人真的非常非常忙碌 一天呢 只有24個小時 扣掉168斷食就只剩下8個小時 可以吃東西 然後再扣掉幾個小時 公眾的就剩下2個小時 可是重點是 我跟妳講 因為像之前有一些同事啊 我真的極度想說發生什麼事了 就是他手上都會有各式各樣的零錢 然後每次一下計程車 或是一到店家門口點餐的時候 全部都會掉滿地 我們都號稱他叫零頭姐 到底這個世界上 還有這種零頭姐的存在嗎 還會有人有這麼多零頭嗎 我覺得真的真的非常非常不應該 如果你們也跟我一樣 非常非常討厭零頭姐的話呢 我教你們呢 只要一機在手 行動支付就非常非常方便 使用線上點餐 或者是行動支付呢 就可以解決你所有的問題 重點是 今天小資班主們本人呢 我們要來突襲這個算是一個雙北地區的熱門景點 然後有一些餐廳 看他們有沒有實際使用這一切 或者是這些店家們 有沒有習慣使用這些行動支付呢 那我們來突擊他們嗎 好的 我們看來已經來到了 新北市板橋區的 兔子兔子的早餐店 來看一下為了尋求數字轉型的方案裡面呢 使用了哪些雲端解決工具呢 重點是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新開幕的早餐店 首先呢 他儀仗剛送完一些花過來 還沒有枯萎 然後呢 不得了了 剛剛我們在逛麻肉的過程中呢 我已經點完了 而且呢 他的點餐非常非常方便 他還有加蛋系列啊 而且我們有看過那麼完整的點餐 他也可以寫說 去番茄醬 加番茄醬 或是什麼 小胡椒粉之類的 欸 他很高級耶 比我想要還要再更方便 而且上面你可以直接綁定 比如說拉貝付款啊 我只要人來這邊 取完餐就可以走了 店長妳好 妳好 我已經把妳的台詞快講完了 太好了太好了 所以重點是妳們大概開幕多久的時間 大概一個月左右 可是為什麼會想要申請這個 算是雲端解決工具呢 當初是我們要申請POSE系統的時候 是POSE系統的廠商跟我們介紹的 是 然後POSE系統的廠商為什麼要跟我們介紹這件事 是不是比較方便嗎還是 當初他提供我們意見的時候 是因為剛好疫情的關係 疫情 對 我們可以減少跟客人之間直接的接觸 然後再來 現在政府有補助 是 對 所以我們其實只要負五分之一的價格 就可以得到這一套 妳是說妳不用花一大堆錢去綁這個綁那個綁那個 跟不同的平台結合 沒錯 然後妳只要負五分之 然後政府會幫妳補助剩下的 對 那也太好了吧 對啊 我們大賺一筆 不是大賺啦 是大省一筆 就是沒有花那麼多錢 月併新開一點成本也蠻高的嘛對不對 可是重點是生成的過程很輕鬆很方便 很快 哇 太方便了吧 可是不得不說 因為這樣不用拿零錢 門口就不會在那邊一直載車吧 因為有些什麼兩塊 五塊 八塊 尤其三明治都很愛賣18塊結尾啊 你看這種 35塊 30塊 所以他們就會直接綁定接付款 對 但有因此你們營業而變高嗎 其實有 因為就是 因為對客人來說方便度也很高 他們可以前一天預訂 或者是他們出門前先預訂 所以他們會比較願意點我們的東西 而且他們光看手機的時候 會有些腦波很弱 加購這個 加購那個 妳平常花錢還多吧 對啊 因為他可能還可以用一些點數摺底啊 什麼的 反而客人會有一種沒有花到錢 然後我們又可以賺到信用卡回饋 Eno我剛剛點的餐點好了嗎 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我可以進去吃了 對 我們裡面請 走吧 好快喔 我的早餐來了 我剛剛透過我的那個Line點餐系統 立刻上滿整桌 而且真的是我一毛零錢都沒有花到 我還是用LinePay折底喔 好好吃喔 剛剛我們跟店長聊那麼多啊 其實現在有非常非常多的店家 他實在想要加入數位轉型的活動 重點是其實經濟部的中小企業處 已經提供了數位轉型平台的台灣銀士集 就是數位支付非常非常方便 不管店家可以省時省力 又可以有更方便的消費習慣系統對不對 而且現在在平台上面你可以選購 像是行動支付 線上點菜 或者是開店平台還有Post系統等等 像剛剛跟店家聊到 他這次選的就是裡面台灣的市集 銷量最高的Post方案 就是他直接幫你Eso綁定了 而且最高還有補助3萬元喔 像是這種這麼方便的行動支付的 銀端解決方案 欸 消費者們自己也很喜歡好不好 到時候幫你的那個業績大大提升 剛剛你看到的畫面呢 就是在台北街頭很常發生 好啦 不只台北啦 台東 台南 高雄 屏東也很常發生 就是只要拿著零錢在櫃台結帳 就是有時候會一個散的就是滿地都是 然後就會很糗 還要別幫你撿錢 甚至有時候50塊滾到那個縫裡面之後 你就撿不到了 可是現在呢 有了像是這種行動支付之後呢 一點完 像是發票 載具全部綁好之後呢 這樣直接點完了 我們問一下店員 是不是方便很多喔 對 現在非常的方便就是 結帳的節省時間縮短很多 其實對你來說 工作上是不是減減了很多負擔啊 對 就是 節省跟客人之間的那個 糾紛 哈哈哈哈 他用到糾紛兩個字超嚴重 錢這種東西很容易啊 沒錯啦 尤其是來來回回 有沒有找錯錢 或者是你光那個退出來 又浪費很多時間 你就不可能再接下一單下一單對不對 對 尤其其實像現在行動支付啊 他搭配信用卡 你可以有不同的回饋 以前可能我們用現金支付的時候 就不會有回饋嘛 現金就是現金 所以現在搭配行動支付呢 非常非常的方便 這也是可以趁機省下一些小零用錢 而且現在如果說你們想要申請的話呢 最高還有補助3萬元的喔 你可以到台灣銀匙子的網站看 他有不同的方案 降低使用銀匠支付的門檻 也可以跨出數位轉生的第一步 欸 我收到一個APP耶 我好像會去吃假機了 我先走囉 今天就是我的吃到飽之旅耶 剛剛走路走到一半 居然收到一個APP追播 說哇 可以吃到老爺了 我們就立刻找到這附近 最近的板橋陽明店 那歡迎老闆娘 你好 妳好 這是在板橋的哪一條路上 我們是在 地址是在板橋區陽明街 48號 可是重點是 以前的胖老爹 其實大部分都是外帶對不對 這邊這樣還可以內用 內用以外呢 還可以吃涼麵還有喝味噌湯 你們怎麼那麼會賺錢 沒有 這也是因應市場的一個需求 才做這樣的一個搭配 是的 算是多店管理 比較省錢成房租啦 那有點複合式的感覺嗎 是 沒錯 一開始怎麼會想說 欸 就這樣弄了 因為我們這邊是學區 那為了因應學生的一個需求 除了提供我們的胖老爹美食炸器之外 我們還特別增加了這個麵食類 一方面等於是讓他們吃得飽又吃得好 對 可是一開始是胖老爹鮮還是涼麵鮮 一開始是胖老爹鮮的 是 然後經過三年後 才增加涼麵這樣的一個品項 對 胖老爹也可以接受是不是 是的 本身 需要當他們獎嗎 是的 當然這次也要尊重 總公司的一個意願 那經過溝通之後 其實胖老爹總公司的負責人 谷先生是非常支持我們的 是 所以同時像是若順台放學之後 APP想看附近最近的胖老爹 也可以直接從裡面看到嗎 是的 胖老爹公司本身現在也經過 手機的一個整合 做一個APP的一個點餐 那就像剛剛主持人您講的 就說只要打開手機 就能夠搜尋到 附近胖老爹 離我們最近的一個胖老爹的一個店 去做一個手機上去下單 點餐 跟到現場來取餐的一個服務 因為剛剛其實我們光是一來到這邊 門口落意不絕 上班族的也有 立刻帶走涼滿涼麵的也有 學生一群放學來說 我要吃涼麵 生意是不是變好 是的 老闆 你不好意思 有一點變好 有一點變好 可是那以前可能不是都要 用點餐打勾什麼的 那你們現在也有加入 附近胖老爹去接這種 數位轉型的系統嗎 因為因應現在的一個變遷 3C產品的一個方便性 其實最早期我們真的是 人工手工點餐 真的浪費非常的人緣 而且還要喊對不對 大涼麵 味噌湯家 對 都變成大賞婆了 那現在就說3C的一個導入之後 其實消費者 尤其又是上班族跟那個學生族 每個人都有手機 每個人都有手機 是 所以幾乎是只要用手指一點 要的什麼衣食住行幾乎都可以 而且因為以前你可能喊一喊 有時候裡面的還會忘記 然後你們還會吵架 是 你應該有遇過嘛 對 對 所以其實你自己加入之後 自己有沒有覺得其實算是 事半功倍 其實真的是降低我們非常多的人力 而且這樣老闆你可以比較 稍微輕鬆一點 是 就可以比較晚來 或是睡飽一點 至少這樣你的創業制度 比較不會那麼辛苦 變成你一個人從早顧到晚 然後什麼都要看 光什麼報表什麼 每天都算半天對不對 是 有了這個系統就方便很多 確實方便很多 而且不必讓我們就是說 還要在那個數字上去琢磨什麼 都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的一個表象 因為以上完全都是老闆的真實心得 因為剛剛根本就不用ray這些 對不對 因為根本就是真正的 就是真的太方便了 幫助你在工作上 在工作世界上其實協助非常非常多對不對 真的 也很感謝有台灣魚市集的創辦 讓你們其實在使用上 可以節省非常非常多 不同以前想不到的事情 是的 非常 那我可以吃了嗎 我可以吃了 我可以吃了 謝謝 謝謝 其實透過今天的三個小餐廳的途徑 我只能說 台灣魚市集推廣得非常非常成功 也是示範給大家說 如果說現在有想要創業的朋友們 應該要怎麼做 因為其實透過過去的紙本點餐 有時候會漏單 或者說點一點客人吵起來會插隊 或者是風一來 那個菜單就飛走了 就沒點到了 可是其實透過了現在的線上點餐 就非常非常方便 它可以按照順序來 也不會漏單 也不會跳單 而且點餐電子化之後呢 店家在整理它的報表 所以也非常方便 例如說可能客人是男生女生 年齡層什麼樣的時間 點什麼什麼最多 我就可以一天立刻列出 所有今天的營業額 我的收入或者是我的客戶 大概從哪個平台來的比較多 所以線上點餐呢 同時可以節省人力 然後呢 節省人事成本 點餐也變得非常快速 讓你的員工們 都可以拿去做更有意義的事情 而且我覺得還有一個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台灣魚市集 不只可以透過你的工商憑證註冊 現在也可以使用 負責人的手機進行申請喔 重點是 因為台灣魚市集 也是重要的接觸 所以呢 政府會有補助喔 最高呢還會有 數位檢數三萬點 其實我覺得現在數位化的過程中 不管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或者大家非常care的零接觸支付 包含是消費者或是店家 我覺得在數位轉型的之路上呢 都是非常非常獲得很多很多的福利的 好啦 以上我覺得今天就可以感受到 各家的那種數位轉型 非常非常的賣進的成功之路 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加入台灣魚市集 大家快點去創業吧 太難了太難了 大家創業呢 一定要加入台灣魚市集 這比較合理 哈哈 如果說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見 掰掰